大家好我是老叶 今天是我提醒西档的第78天了 昨天晚上睡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小伙子旁边 就是非常的吵啊 这边就是这个是320国道 然后这个他这个货车就是很大那种货车 就是刷刷来回 然后那个声音啊就全部就传到这个 这边里面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吵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位置啊 他是一个火车啊 他就是每过半个小时吧 就有一辆来还有一辆去 就是他每到这个地方 他那个火车那个喇叭就是会响 叫特别特别的响 哇塞 就是所以说每半个小时都要被他惊一次 所以昨天晚上又没睡好 今天又无尽搭台了 腿都软掉了 昨天就是跟这个小伙子一块儿骑 他骑的真的是有点快 我有点跟不住了 就是我平时就是骑个几百米就休息一下 他就是骑个有的时候骑个五公里都不休息了 我还喊他了他才停下来休息一下 哇塞 呃我们现在要赶往前面一个阵子上吧 去吃点早饭吧 好了我们现在东西也收拾完了 就准备出发了出发出发了 中午就点个还是青椒牛肉 一个饭还有一罐红牛 这小伙子骑在我前面他已经吃了 所以这个只能我一个人享受了 有点甜的 一些这个吃的 would be 把手把揉了 只能一尝 地团 也都能走 不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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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咬 有点 有点 不咬 不咬 又碰上两个机友 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啊那不是同路吗 啊那是拉萨我去青海 啊一样一样拉拉拉萨之后不就是青海吗 啊啊必须要拍你啊 突然又有劲了 哈哈哈精神我也觉得 应该是喝了这碗红酒远固啊 加油加油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